自經區或是自貿區 我覺得你設立了以後 不見得會成功 但是你不設立了 那是什麼都沒有 那就不用談了 為什麼 因為你設立不一定會成功 你要想人家要不要來 你要怎麼樣才能夠 把企業家招進來 你要怎麼樣讓外國的人才進來 你要讓怎麼樣的資金能夠進來 技術能夠進來 這沒有那麼簡單 很多國家設立自經區或是自貿區 都沒有成功 因為人家不願意進來 也就是說你要必須要 很努力的去招商 然後經營 然後你的人才要夠 例如說你說你要成立國際名校 國際名校人家為什麼要進來 人家要思考很多的東西 但是你如果不設立 是什麼東西都不用講 好 但是問題就在於 台灣到底應不應該設立了 應該了 我們已經 我記得我們在前幾天 有跟觀眾朋友們講 就禮拜一的時候 我沒有跟觀眾朋友講 從蔣經國時代 其實就在推自貿區了 以前的加工出口區就是自貿區 新竹的科學園區就是自貿區 剛剛俊一又告訴我們說 保稅區也是自貿區 所以原來我們在面對 台灣的經濟競爭的時候 其實我們已經都很有彈性的 一個做法 現在我們是要希望能夠 在一個地區裡面把它畫出來 以高雄市這個地方 那麼看用多少個土地 例如說高雄港作為基地 然後往外延伸 那麼作為一個廠區 把它更明確的畫出來 那麼把這些土地的變更 讓它比較容易 能夠到這裡面來 我只舉一個例子 我想觀眾朋友們就可以很理解 新加坡 剛剛邵廷有去過新加坡 它就是一個自由貿易區了 自貿區 新加坡是自貿區 所以新加坡它的來料加工 或者是國際的金融 或者是國際的學校 在這個地方裡面 都是享受自貿區的一個優惠 可是自貿區跟我們台灣 在2013年的時候有簽 STP 就是我們兩邊有簽 這種自由貿易協定 所以新加坡的東西到台灣來 也是地關稅的 台灣到新加坡也是地關 甚至是零關稅 所以我們兩邊是互通的 新加坡跟台灣的每一年的貿易 將近300億美元 它是我們台灣第四大出口國 是台灣第八大進口國 而且是我們第六大的 資金人才技術的移轉國 好 我要講這裡的意思是 人家有自貿區 他在那個地方來用加工以後 他邁進台灣來 新加坡可不可以向越南 進陳吉仲所說的140塊的茶葉 可以 新加坡向越南進口這些茶葉 在他的自由貿易區加工完了以後 做成產品賣進台灣來 又沒有關稅 他是不是比我們更有競爭力 這個本來就更有競爭力 日本也有自由貿易區 韓國的人川也有自由貿易區 他可不可以從大陸那邊 從山東那邊進口一些花生 進口一些原物料 進去他的人川那邊做加工 做完了以後賣到台灣來 可以 重點是他更有競爭力 而我們的東西賣到日本 我們的東西賣到韓國去 我們沒有 韓國人有那麼大的競爭力 因為我們連一個 自由貿易區都沒有 所以從這個很簡單的一個角度 民進黨不要什麼東西都反對 更何況 陳吉仲你要不就是不懂 你要不就是說謊 為什麼 他特別提到台灣的農產品的價格 例如說台灣的農產品水果多少錢 越南多少錢 可是我們會進入這種 食品加工的這些水果 要不就是太大 要不就是太小 要不就是品質不良 要不就是不適合直接食用 所以我們才會把那些農產品 他本身來去做加工 作為一種食品加工的東西 既然是要作為食品加工的東西 所以他不適合 吃直接食用的情形下的時候 很明顯的他的價格 就不是市場價 他用生鮮的價格來比較 食品加工原料的價錢 對 他就很便宜的價格 你陳吉仲 你是農委會主委 你不能夠欺騙台灣的農民 你不能夠欺騙台灣的民眾 台灣的農民也沒那麼笨 但是問題是你農委會主委 你難道真的有這麼笨嗎 你難道真的不懂嗎 我不相信你完全不懂 這樣的情形 你為什麼要別有用心的 去栽贓抹黑 而不能夠讓自由貿易區 大家來討論 深入的討論 看他的優點在哪裡 他的缺點在哪裡 我們想辦法再用一些措施 把缺點再降低 但是我們把優點突顯出來 主要的目的在哪裡 讓台灣有競爭力 我再強調一點 我們主要的目的 就是讓台灣有競爭力 現在有陳氏的市長願意這樣做 台中市也願意這樣做 我們要看台灣 有哪一些縣市首長 如果他們都願意這樣做 我們就好好的來思考 來討論 這樣的情況 如果能夠增加台灣的競爭力 讓台灣的產品 更能夠賣到世界各國去 這個就是禍除的去 人進的來 大家都賺錢 又不傷我們台灣的根本 我覺得在這個部分裡面 確實應該要好好的考慮 我敬佩賴教授 我很簡短的講就好了 這個自由經濟 或是貿易的這個特區 不是現在才在討論 2007年馬蕭沛的時候 就提出他的重要 所謂的黃金十年的一個政策 當初競選的時候就提出來 之所以沒有辦法那麼快速落實 只能夠做示範區 就是裡面有很多確實出問題 主要解決幾個問題 他主要是要解決幾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缺工 因為我們現在所有的製造業 大概在工 就是整個勞工的這個需求上 是碰到障礙的 缺工 所以他要鬆綁外勞比例 這個大家要聽清楚 這個自貿區是要鬆綁外勞比例 當初為了這個事情 我們在立法院跟民進黨這個執政 我們那個時候也有個自由貿易區 這個勞委會陳菊在幹主委的時候 他是大力反對的 他說怎麼可以鬆綁 包括這個基本工資脫鉤 這要處理這個事情 第二個要處理什麼 原物料 半成品的來料 這些部分在目前台灣 是對某一些特定地區 特別是中國地區有所禁止 還有我們國內的一些 生產的這個產業 有衝擊的這個產品 是有所禁止 第三個要解決什麼 金流 就是國際資金的一個流動 現在因為碰到所謂的反恐 碰到這些問題 似乎是越來 大家這個金流就放棄掉了 人流 就是特殊的人才 所謂白臉 人才 還有現在就是黃議員 不是翻白臉黃議員 黃議員說到說 有一些創新的經濟模式 商業模式 你像智慧倉儲什麼這些 事實上這些在台灣也可以做 不需要特區也可以做 這個是沒有問題 你要有誘因讓人家來 誘因就是你要不要給他免稅 在我們一般的 現在沒有這方面 還有你要不要給他一些 土地的優惠 對 像中國他們在爭取這些投資 就是說你來 三免三減半 什麼土地你要捏得到 圈地 台灣沒有那麼大的土地 還有用電的問題 我們要考慮 你現在要推那些東西 我們的電怎麼解決 對 所以我們要何事重啟 這個樣子綁綁 越綁越多 所以這些東西我是同意 應該要趕快進入政黨級的 政黨級的這種理性辯論 到底對人民是利是弊 輝瑩剛剛講的 有利有弊 這個是對 但是不能只是有利有弊 這麼一句話 哪裡有利 哪裡有弊 有 他剛剛的建議是說 在總統大選的時候 大家把它當成總統級的政見 我跟你講 馬英九當初是成功的 因為馬蕭培當初拿出來 民進黨垮了 就是人家說我要拚經濟 我就拿全島 全台灣 不是一個高雄 全台灣自由貿易區 那就是賴清德現在的主張 那是學人家 那是學馬英九就學馬英九 所以賴清德現在是 拿著馬英九的寶貝武器 回來學國民黨就是了 賴清德可以用這招讓 好的東西互相學習這是進步 所以委員 你也認為這是好東西嗎 我覺得如果能夠走向 這種所謂的自由貿易經濟 這台灣是一個安全 我是同意的 你越自由越開放是越安全的 但是我們國人一些 在經濟競爭力 包括我們的技術 我們的就業的能力 恐怕會受到重大衝擊 看配套吧 我覺得要去看配套 配套一支好下對不對 兩支配套 配套半天 你看WTO到現在 台灣配套都還配不出來 都還配不出來 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政治人物 必須要好好去思考這一些 政黨無論是要都簡化 說反正我這個把你打就溫習了 我就是自由貿易經濟優先 對方就垮掉了 垮掉以後 上來以後 你現在馬上就2008上來以後 沒有辦法了 就是示範一下吧 害著我們賴清德 花媽 也跟著說我也要 我也要 現在被人家拿出來打 這個就是政治操作就這樣 這是不太負責任的 我是覺得應該要 好好的政黨級的辯論 政黨級辯論 給國人一個清楚 要或不要 陳其中主委他講的地方 到底是哪裡有問題 我現在就用土跟大家說 很簡單的講一下 他所在他的直播當中 所出示的 這是陳其中主委的簡報 他裡面特別把 我剛剛講2012年的 馬英九時期的自經區 自由經濟示範區的 那個草案拿出來 第42條 我現在用綠色框起來部分 就是直接對應 這就是當時 在2012年的草案的版本 在這裡 紅色的部分 從這邊開始 第一類示範區 到後面這個有沒有 就是 限期運回 示範區全數外銷的 這個跟他的內容是一模一樣的 大家看是這個框 可是陳其中主委 他在簡報的時候 他特別加注了他的說明 就是這個法條 下面他加注的就是 此條文開放 讓中國830項的產品進入自經區 那麼管制性的產品全輸外銷 管制性的 但是非管制性的就可以 就可以內外銷 就可以輸入了 這是陳其中主委 但是我要跟大家講 這個是2012年的版本 但是現在2013年 2019年的版本 新的版本 我都有原圖 它裡面已經告訴你了 這個條文的部分是一樣的 就剛剛講這個 可是你要看 它還有個第九條 就是在這裡 剛剛講的 第九條這邊有講 就是如果有經過的製造業 或加工的農產品 因經中央農業主管機關核准之後 使得輸往國內的課稅區 賦予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權責 這一點是第九條 這個是鄭明忠等所提出的 這個新的版本 這個第九條 但是陳其中主委他沒有講了 觀眾朋友知道我的意思嗎 他拿2012年的那個去解釋說 管制的當然是直接運回 但是沒有管制的 就可以在台灣賣了 所以就會有香蕉 會有這一些巴勒 會有這些豬肉 可是第九條 我剛剛給大家看 就是實際的條文在這裡 這也是國民黨版本 你們這樣還是可以反對 何況國民黨版本都已經有講了 他是要農委會同意的 這個不是地國道菜都 什麼叫做地國道菜都 我給大家看一下實際的條文 買事實給大家看